你也要購物嗎 我購物也購物 Lachia企圖組長因為發明炸雞醬汁 意外找到事業第二圈 韓星 柳成龍 戲裡爆笑無厘頭演出 讓電影票房創新高 既不可失上映過後 票房累積三十四億台幣 高達一千四百五十三萬元次觀看 擊敗電影與生同行 成為目前韓國影史賣作片第二名 也意外讓片中好吃的炸雞受到關注 拍攝期間總共用了四百六十三隻雞 戲碗帶動小售熱潮 只是既不可失是賣炸雞 對岸龍蝦刑警賣的則是小龍蝦 也是企圖組長 但這回賣龍蝦拼生技 與既不可失故事內容雷同 才知道原來兩部戲都是出自同一個劇本 南韓室友柳成龍主演 女主角是韓國小姐出身的李和妮 而對岸的龍蝦刑警 男主角則是找來東京影帝王千元 女主角選原珊珊 不同於炸雞跟龍蝦 另一部南韓電影《鎮人》則靠半手裡吸睛 片中除了準備不倒翁金拉麵 劇組還斥資二十萬台幣打造新型國動堂 要打開金箱起戲裡自閉新房意外 也是帶動商機 雖然在南韓上映短短五天 票房就已經逼近兩億台幣 不難看出多部電影將美食融入裡頭 不只開出亮眼票房也意外掀起熱議 記者綜合報導